大家好我是丹丹,欢迎收看今天的SHOVERS牌主介绍时间 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的是无限制的套牌啦,因为最近刚好有这个无限制的大赛啦,想说来介绍几套我自己有在使用的一个无限制的套牌 那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刚好本人我下周要出国,那出国这几天也会有一些影片陆续上架 但是因为准备的时间上面来讲真的比较敢,比较来不及,没有办法在这几天去铲出中文字幕 所以在我出国这几天的影片是暂时没有字幕的,那字幕的部分回国之后就会有了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上课偷看的好不好,请你们这周乖乖读书 好那回到牌主介绍,那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一套天梯24连胜的自残吸血鬼 那我自己有改了几张牌,改成为一个比较顺手的手牌之后,我的胜率也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在大赛的预赛其实也打过两三次的五胜,然后到A组的预赛也打了一次的四胜跟两次的五胜 所以整体的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蛮推荐大家来做使用的 那我们就讲一个几个重点就好,首先呢在三杯这边我带上一张欢羽啦 因为我觉得打到了像是对面的那个,那叫啥 海王,我觉得有这个欢羽的话还是会舒服一点的 所以我自己挂了一张,那如果你的环境海王很多的话可以考虑挂二 但因为我的比较少,可是有时候遇到的时候就带一张 那因为这套的抽率是非常非常大量的,是高几率会抽到他的 那就直接来介绍,最主要这套的玩法核心思路就是在T3的时候去做到双跳 把佛劳洛斯以及四肺的黑暗骑士去跳出来 所以我们前面就要去塞一个T3双跳,那双跳的话T3你要达到四次的自残 所以通常会手上有一个0,然后三次一肺自残,然后1,1,1,0之类的 或者是你场上有鲜血花园也可以再做三次的1就可以了 然后T4的时候会开始爆发去做收头,那收头的手段可能是 经典的班比打7,或者是这个坚英绝节进化打头 那班比的话再搭上这个一肺的名造,可以多一个4点的伤害 所以整体的爆发变得很高,那大家可以再去做使用看看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那起手流汗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去找这个鲜血花园,然后鲜血手的话可以留一张黑暗指令 或者是诗欲重磨,然后一肺抽的部分 我们的一肺抽是非常非常大量的,一肺抽也会留 大概是留这几张,留一肺抽,然后鲜血花园 以及这个鲜手留二肺抽,那其他的东西就全换去找 我们刚才提到这几个,然后去做使用 这套牌玩起来真的很简单,你看我介绍这么随便就知道 因为它真的是一套很简单的套牌,你只要看完两把实战片段 我们就一定一定一定会玩这套牌好不好 好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我们的两把实战片段 来看一下这套24连胜的自残吸血鬼在无限制要怎么玩吧 好的,那我们来到我们实战片段第一把遇到的是巫师 那巫师的话,图法在无限制来说也是一个T1的强牌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起手部分,有留一张这个Effect抽,还行 那有一个班比的礼物,那这样子高几率我们T3是一定跳得出来的 只要不要等一下后续的禁牌太夸张,是一定叫得出来了 然后我们尽量是在T3去做到双跳啦,所以我们在T3的时候要去进狂乱 有办法做到双跳的话,打这个对局还是相对舒服一点的 那这边一抽,那这对局的话二费这个暗黑指令还可以 哇,这个进这个牌,吐了 怎么进黑暗骑士 欢庆 欢庆的话再打我们这对局会补血喔 不过前面我们是不会敲到他啦,哇 不希望进的东西全进了,我傻眼 不过还好等一下是跳得出来的 只是我没有办法凑四次 我是希望回合结束,可能不要打花园我们看一下 抽一张 一二三四五六 因为你打花园回合结束的时候才会凑满七次 那这个东西不会跳出来 但我觉得这边需要双跳 所以我这边换一个打法,这边抽两张 然后补虫 那这样就七次了吧,对七次了 那这样回合结束的话可以双跳 认真讲我们还是要双跳的话伤害会比较高喔 就在这边会让他不舒服一点 因为T3双跳跟T4双跳给人的压力还是差太多了 所以我们这边选择去做一个双跳 赶快把它跳出来 跳完之后就看他这边怎么处理我们的场面 如果他没有处理的太干净 等一下我们可以敲头 可以敲头的话我们手上伤害其实还不错 就都有伤害 虽然他这边有这个挡的 那我们就迪亚波罗斯最后交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先去打其他的 只要不要超过4点的就可以了 那对手这边是直接选择投降 因为基本上这牌就是这样 就是双跳对手就很不舒服 所以玩这套牌尽量就是T3的时候去打成一个双跳 让对手不舒服就可以了 好的那看完第一把之后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把实战片段吧 好来到了我们的实战片段第二把 那这把我们一样拿到的是后手 比较衰一点点不过问题不大 打精灵的话有可能是那个转转转 转转的话感觉留个过牌好了 虽然我们是后手 转转的话后手可以留这个 还行问题不是太大 这边是这个 是这个那我们这边有凶猛 还行凶猛直接猛掉 过一张 有花园 有花园下一层可能看状况打花园 因为我想要有办法跳 好打花园 然后抽一张 我们下个回合可以打指令 指令的话抽两张 然后再搭上一个催堤手 所以其实后手也可以考虑留指令啦 虽然我前面交的是后手不留 但其实后手也可以留 我自己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这真的还是比较看个人习惯 对手是这种的 这种的话 我觉得要交一张尖影绝解了 不能再被这样子敲头了 这边这样子打一 然后解掉吧 虽然这边不能跳 但是 我觉得不能再被敲头了 再被敲头感觉有一点点危险了 下一层可能要势狂乱之后 利用势狂乱去挡我们的血 因为对面这样子敲头 快受不了了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他又回首欸 又回首了 好难 想一下 好 这样子 然后 赶快保个头 赶快保个头 然后还好有进夜空啦 那我这边小细节没打好 要先下来一下进化再敲头 浪费了一颗进化点 但问题不大 因为正常来讲不会打到那个时候 正常是不会打到进化点花完的 但细节还是可以去做好一下下 好 这边去把黑暗骑士跳出来 至少我们维持住我们T4的场面了啦 没有这么崩 没有这么崩 血量也还ok 然后也还有抽牌 等一下可以二费求二 我们也不会扣血 所以刚才那张贵族 那个二费 有的时候在 这个版本的 这个后手的时候 其实去当一费的 户头其实还不错 那对手这样打一打是不是 应该是没 感觉上是没救了 一加二回 不零加二回 应该是没救 打不 因为他还要减这两个 不然我继续吸 对吧 我继续吸血气他还不舒服 他会过盾 然后还要减这两个 压进化 不会连四四都过不了吧 看起来好像连四四都过不了 他这样子打 可怜啊 小梅吗 交一张小梅 哦不交 好 那这边又拿下一把 基本上无限制的对局就是长这样 就是把自己的任务做完解完就好了 所以无限制的实战会比较无聊一点 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牌怎么玩 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那看完这把之后我们再看一把这个实况的实战片段好了 因为这个牌真的太短了 真的太短了 好那我们就看我们的第三把吧 go go 真正说这无限制 东西丢一丢 就赢了好爽 我其實沒有做過多的思考 我唯一思考就是我在斬殺的時候算了一下對面 算了一下我到底會不會斬而已 挺爽 佛勞洛斯上來 吐了 少一張 哈克安 1 2 3 4 跳 有人有算過 5費斑比加夜空加一個蒲蟲傷害是打多少嗎 蒲蟲打3嘛 3然後跳兩隻雞吃出來 也是打7 因為也是兩隻蝙蝠也是打7 沒事 出咕了一下也是打7 這隻蝙蝠是打7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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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煉獄的墓》 直接拍這個回去了 又聽到柯南的語音了,好不習慣 好不習慣 主播下連我想帶幾張我帶一張而已 就當一個一費自殘 然後解完任務之後有機會補血抽牌 我帶一張而已 不要帶太多 帶一張就好 因為你前面自殘的 在解自殘任務的時候 你不太會想拍他 場會太卡 所以這東西不要太多 最多最多兩張吧我想 但我覺得一張就夠了 好強 那出國去哪裡 大阪 大雷安 晚上好 下禮拜去大碗玩 每一隊有點怕內戰打不贏 還好內戰重點可能不是這個 烈貓安 晚上好 送他一隻斑壁 謝謝大家 送他一隻斑壁 也是沾 沒事 退派 閃營 聖呼 嗯? 試射了嗎?